来看一下真水雕跟假水雕的区别啊 这个是真水雕的 就是真正的水雕啊 这个是假水雕 也就是市民上的叫雪蓝雕 是金雕龙的改进版 看起来更像那个水雕 他有真毛有底龙 这个女章也是也是雪蓝雕的 包括这个黑色的他也是雪蓝雕的 这个是真正的水雕 我们买的好几千块水雕啊 这种就是假货 放在一起真的很像 现在招搅人里真的太厉害了 但是他摸起来也区别啊 真水雕的话 他是有点渣的 而这个雪蓝雕的话 他摸起来一点都不渣 滑溜滑溜的就是有点色 然后真水雕的话 他整整件衣服他总是有点不一样的 像这边上面就是头 要薄一点下面就是 浓面要厚一点 整件衣服厚薄都有点区别的 而这种假水雕的话 他整件衣服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的区别 没有任何的差距啊 因为他是人造的嘛 直接切割就可以裁了 整件衣服看起来一模一样 然后最简单的区别方法就是 从他身上拔一点毛 这样拔一点毛然后烧啊 然后看一下里面啊 里面的话 这种雪蓝雕一般用的是这种鸡皮 布的带大部分都是做鸡皮绒的 像这件蓝装也是做鸡皮绒的 因为他做鸡皮绒更合适 这种面料的话 这个就是做布的 做工也比那种 雪蓝雕的要好 这个是真正的水雕 一件衣服 顶那个衣服好几十件 像这种女装的话只要 两三百三四百 而一件水雕的话 要七八千八九千好一点的 自动拔一下 烧一下就很清楚了 烧出来跟塑料一样的就是假的 烧出来跟灰一样的那就是真的 跟头发丝一样的就是真的 再来看一下啊 比较一下放在一起 真的很像很像 造假能力现在太好了 但是 专业人士还是能够看出来的